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打破好 今天继续给兄弟们解说我们39级的一个环宫第一的一个争夺战啊 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画面 一边看比赛一边给兄弟们解说 这一把PK的话是一个 女儿圈打对面女巴木的一个比赛啊 一个风气打对面的一个女巴木 我觉得吧 女巴木的话单挑 应该是无敌的 好吧 女巴木的单挑应该是无敌的 所以说我觉得女巴木能赢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一亿游戏币的 一个比赛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PK 两边的话直接泡泡宁仙开 泡泡宁仙的开是最猛的 那也不一定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直接对吧 招了四个月宁 招了四个月宁 那下一把的话可以直接换鸟了 可以直接换鸟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泡泡宁仙好猛啊 沉沉追击 继续封 没封中的话就要出鸟了 OK 封中 封中看一下啊 没有选择青月灵 那宝宝的话直接解封可以换一个鸟 这边的话比赛的节奏就要快很多了 OK 丢飞镖 给宝宝顶要 宝宝速度不够快啊 那人物风解不了啊 对面的话应该要带一个配速比较好一下 哇 这宝宝好猛啊 三刀四刀 一回合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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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合四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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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合四� 對面女巴木的話 女巴木的話 也沒有出啊 女巴木的話 也沒有出配數啊 女巴木到第九回合 鳥都沒有招出來啊 直接頂五龍丹 這個操作 這寶寶好猛 這寶寶一回合打四刀 比媽超 超級生狗還猛 直接頂要 剛剛他這個操作啊 他覺得觀戰班女兒村會瘋自己 直接頂五龍丹 沒有想到女兒村是一個卡住女兒村啊 比對面的話寶寶要慢一些 女巴木再次倒地 看一下出來一個什麼樣的寶寶 900塊錢的寶寶 900塊錢對於39級很貴的 那比賽要結束 那比賽要結束了 拉起 拉起自己 直接換了個鳥 那下回合要換配數 第十二回合換出了一個鳥 直接丟飛鏢要出一個配數 出了一個配數 小兔子 看一下鳥塞在裡面 塞在也不太行啊 拉起來再招圓林 那這邊觀戰班女兒村直接打九轉了 看對面九轉帶的多不多 那再拉起來再換另外一個鳥 可能還是有局啊 看一下還有沒有九轉 這個一億夢幻幣就快啊 觀戰班還可以封寶寶 這寶寶應該是物理攻擊驅動法術吧 這封呢也沒用啊 這寶寶好猛啊 乘勝追擊 一億夢幻幣這麼快啊 這比賽還是可以啊 比物理系看的爽多了呀 那女兒村還是猛啊 看一下以後還有沒有女兒村 打一個女拔木啊 兄弟們